所以说一切愿望从此出生 正报之音 一切净土从此建立 是一报的根本 这说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 舍报庄严土 自己的报土 跟舍坊一切祝福如来 无二无别 这个舍坊 无量如来 就是华言经上所说的 四十二位发生大死 四十一位 妙觉不算 妙觉回归自信 舍坊图里面 就是四十一个 级别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等就 这四十一个级别 他们住是暴徒 他们都是不齐心不动念的人 我们跟他们 没有两样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智慧得相 一根 诸佛如来 有什么差别 一丝毫 差别 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讲的是 第一个是 琴 你放不下 你迷了 琴叫迷琴 琴啊 没九五啊 九五了 这迷琴就转变了 就变成智慧了 为什么断不掉呢 你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只要这个东西不断 你就出不了 有大轮回 念佛也不能往生 这是从礼上讲 可是四上讲呢 琴之很深的人 只要你一句佛号功夫得列 你把他压住 他不起作用 这在什么时候呢 灵命中是最后一念 你能扶得住 那恭喜你 你叫代业往生 就是带着你的情之去往生 另外一个就是烦恼啊 贪嗦 T Ок 贪嗔痴吃满意 这烦恼 有个情之 有个烦恼 这两样东西 让你在六道里头 长誠轮会 轮会是什么 走入梦啊 永家大使说得好啊 梦里冥冥游六曲 绝后空空无大千